李沁用一个表情告诉你 李一峰人品到底怎么样 李沁和李一峰拍摄亲密戏 根据剧情 他需要冲过去一把抱住李一峰 但几面后 李沁的脸色却逐渐变得铁青 眼神的变化也颇具异味 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再回看这段视频 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李沁在抱住李一峰庆祝时 李一峰这原地起跳的姿势 可不是甜甜的偶像剧 只见他把李沁抱在腰间上下的颠 这一动作 你想到了什么 自然不必再说 此时李一峰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露出了想要逃离的表情 或许有人说这恰巧是剧情需要 但是接下来这段难道又是巧合 同样是一段拥抱的戏份 李一峰冲过去的时候 李一峰的手却没在应该在的位置 把手放在女生的下面 还停留了一下才把手放上来 虽说拍摄偶像剧是避免不了肢体接触 但是懂分寸的男演员 怎会不知道怎么保护对新的女生 但这种事李一峰经历了不止一次 当时他和魏大勋参加某道恋爱综艺 节目组为了制造话题 安排李庆和魏大勋在泳池约会 虽然他很传统 但当时还是小透明的李庆 只能接受安排 为保护自己 他在出场前专门在泳衣上套了一层薄纱 但这却让魏大勋十分不满 在去泳池的路上 魏大勋上手想要扯掉他的袍子 此时李庆明显受到了惊吓 立马向后面退去 两人惊到泳池 魏大勋再次不安分 对着李庆做出甜嘴唇的动作 吓得李庆跌坐在水里 随后节目被踩 魏大勋被问及李庆的泳衣 他则表示 那种若隐若先的情况 虽然为性感 后期还给他配上了流鼻血的特效 一档甜甜的综艺 硬生生变成了油腻为所男 之后李庆与王大陆合作 其中那场吻戏 李庆的嘴直接被倾倒变形 不少网友看到这儿 纷纷表示用力过猛 李庆本人在谈及和王大陆的合作 也说自己像是在拔火罐 人家演吻戏是那个接吻 然后他演吻戏是拔火罐 最后两人上综艺宣传 王大陆解开扣子 把李庆裹在怀里 李庆慌乱的眼神和充满防备的肢体 看出他十分的抗拒 但是节目正在录制 李庆也不好拒绝 只能硬着头皮演完 就是说 现在鱼村的男星 脑子里只剩下这些了吗 有时间提高提高演技 不好吗 杨幂被骂没脑子 不会演戏 李庆却被三催四井 就差八台大叫 把他抬进组 同样是李庆红带出了演员 为何两人的待遇差这么大 2008年新版《红楼梦》开拍 导演李庆红到各大艺术类院校 挑选演员 机缘巧合下 李庆被挑中 出演薛宝钗 但是让李庆出演 李庆红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当时李庆红去学校商量 想让李庆出演 但学校就是不放人 因为当时的李庆 是被当作第五代都立娘 被国家秘密培养的昆去穿成人 而且20年才出一个闺门蛋 这学校哪里舍得 碰了逼的李庆红 只能灰溜溜的回去 随后身边的人也劝说 让他再去找替补人选 但李庆红却坚定 让李庆出演 随后又拜托李小婉 去和校方沟通 但李庆的老师 还是坚决不同意 因为他是里面 调性最好的 见此路不同 李绍红又去到李庆的老家 不断游睡他的父母 最后带着家人去到学校 才把李庆借了出来 但是这一届却再没还回去 因此不少人对此诟病不已 说李庆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贪慕钱财 但事实是 李庆并没有那么不负责任 在他走之前 已经处理好了一切 因为当时被培养的昆举传承人 有20个 其他人也可以代替他 完成没完成的事 只是因为李庆天赋最高 悟性最好 老师才会那么的不情愿 虽然李庆没走完这条路 很可惜 但是作为演员的李庆 同样出彩 和闺蜜的老公演感情戏 看看李庆是怎么避嫌的 2019年 李庆和张若云合作《清云年》 虽然这部剧主打的是剧情 但是其中也少不了男女主的感情戏 一般到了宣传期 剧组就会让男主主演吵碎拼 张若云自然也躲不过 在两人认亲的当晚 张若云在微博发了一张 两人拿鸡腿笔心的剧照 并亲切地称呼她为小仙女 但此时的张若云已经结婚 李庆还是其中的一位伴娘 为了不破坏两人的感情 李庆在微博上 晒出了张若云的婚纱照 并配文老话说得好 这一番操作 直接把李庆送上了热搜 网友纷纷称赞 他有分寸感 说是也宣传了播新剧 其实李庆用剧中的角色 炒作也不会出错 但是他却十分地注意避嫌 做到三个人都舒服 其实这样的事 还发生在肖战身上 当时合作出仙 因为他们早就认识 所以在片场 两人就十分亲近 其中有一段话剧是 李庆开玩笑地说 要抱肖战的料 为了阻止她 肖战就抱着李庆撒娇 但此时镜头正在记录 李庆立马感觉到了不妥 随即就开口 阻止了肖战的撒娇 就此也能看出 网上流传 两人的恋情是谣言 此前李庆和张若云接受采访 张大大问及李庆喜欢的男生类型 李庆还没开口 身边的张若云就帮忙抢答 听完李庆连忙拉扯张若云 差有种无嘴的感觉 于是网友便开启了大胆的猜测 评论区出现了大量肖战的名字 因为肖战确实喜欢猫 在剧中也和张若云有不少的对手戏 于是退理到这儿的网友 便深信不疑 两人一定有些什么 但猜测终究是猜测 因为之后两人并没有任何互动 而且只凭着喜欢猫这一点 也不足以证明 张若云的爆料 更像是为了新剧所做的宣传 不足以评论区出现了大量肖战的宣传